据韩媒报道,正在拍摄真人秀的韩国女星绅士景,银浦美在宿舍内发现隐藏摄像头,引发轩然大波。 18日,节目组方面通过官方报道资料表示,15日,在绅士景银浦美的宿舍内,发现了伪装成充电宝的摄像设备。 结合时,该设备为负责剧组摄像设备装置的外包设备公司职员中的艺人所设置,为个人意志的非法装置。 节目组方面还表示,根据审视景叙述,投拍设备设置后随即被发现,经过与当事人确认,在第一时间确认了摄像机内的内容,没有会称为问题的内容。 制度方面随即没收了相关所有设备,并立即返回韩国。 随后,涉嫌投拍的当事人,也自愿出席接受警衡调查。 各所属设计节目组方面,都希望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对相关设施人员进行处罚。 另外截止至目前,根据警方调查结果,目前没有会称为问题的内容,也确定没有泄露至外部。